全球观众好 我是毛震气 夏天我们都觉得好热 大家都说热浪来了 但到底是什么热浪呢 今天主题就是来解说热浪 其实热浪它的形成原因有三个 在介绍热浪原因之前 我们来先介绍这张图 原来北极的冷空气 被喷射气流团团围住在北极 而且就像金箍咒一样 很平稳的圆圈把它围住 但是气候变迁 然后全球暖化之后 让这个喷射气流不安分了 产生大幅的摆动 把冷暖空气严格的分开 同时也让北极的空气 慢慢慢慢的软化 它软化的速度比其他地方都来得快 可以达到两三倍 因此在喷射气流摆动的时候 把大陆性的暖空气 围造在这个热穹里面 而且是顺时针转 形成为一个热高压 我们看看这张图 这就是热穹里面的热高压 热高压被围住之后 顺时针转呢 它一直往下沉 同时呢也瞬间的加压 变热上这块地区的这个温度 可以达到40跟50度以上 这就是所谓的极地的喷射气流 扰动之后产生的热穹现象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全球暖化 因为人类的生活的方式 产生了很多温室效应 让整个地球的平均温度 每年增加0.5度以上 原来地球的平均温度是15度 但现在呢 到17度了 同这种情形呢 加速了北极的喷射气流的摆动 也增加了许多热穹的现象 我们接着来看全球气候分布图 各位看这张图 这张蓝色的线呢 是全球旧气候的分布图 那红的线呢 是目前我们统计出的 全球新气候的分布图 先看旧气候分布图 我们可以看到出 在全球气候里面 热的部分呢 只有这个小小的三角形 小小的三角形 而且呢 大部分的气候都分布在平均值上面 但是由于气候暖化 造成气候变迁 这条红色的新气候图呢 可以看得出 以后呢 全球的气候 热的机会是越来越多 然后三角形的范围就越来越大 甚至还出现 极端气候的一个分布的情形 我们台湾好热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是某一天夏天的天气 几乎全台的温度 都达到38度以上 甚至这个台湾的东岸也是 但是我们台湾好热 原因是来自热浪吗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台湾呢 热主要是受到我们 负热带高压的影响 融造在台湾 跟我们所了解的热浪是完全不一样的 希望大家以后不要用错了 今天就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 下次见